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第二届的亚洲青年婚纱时装设计大赛2011的决赛已经来到 为什么我们进入决赛的重要时刻 我们也要讲解为什么会有这个大赛出现 其实这个比赛今年已经是第二年了 我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比赛呢 就是希望给一些青年婚纱时装设计的平台 因为其实这个行业里面这些婚纱设计员很少 而且他们没有什么机会和约到这一行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培养一些 和选择一些有潜质的优秀的 Talented的一些婚纱设计员 其实是因为很多人做这个Fashion Design 会专注这个婚纱设计 是另一样的科目 而比较少可能人们都会觉得出路比较窄 所以就会比较少这个设计员 而你举办了这个比赛之后 就会多了这个渠道 那些人就觉得 OK 原来我可以有这样的potential 我可以做到这样的事情 而是参赛者多不多 其实这一届非常多 这一届我们一定一共收到1288份作品 即1288个人 是的 OK 他们不仅是香港的 他们来自很多地方 例如中国内地 台湾 泰国 马来西亚 印度 还有澳洲 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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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届的事先不要说 因为第二届始终是决赛 你们收到这么多作品来说 用了多久的时间 去找出可以入围的参与者 其实不是我们审批的 其实我们有给一些作品给判断 判断会选出最终的30个 有15个是在婚姻纸 15个是在婚姻纸 整体是30个 他们只是看那份图 而就决定了30位入围 这个图片有正面和背包 两个 就是正面和背包 你大概的设计已经看到了 但实物还未出现 决赛当天就会看到实物 最终的30位 就会做出实物的衣服 最终的竞争会出现 最终的竞争会出现 最终的竞争会有模特儿 穿着实物走出来 就会看到到时是绿紫水手 其实是有多少个奖项 有30位的入围 是 我们首先分婚姻纸 婚姻纸有15个人 那里会选出1,2,3名 Even In Gun 那里也是 最终的15个人 会选出头3名 另外 我们网上有个票选 就是说你最受欢迎的 Even Gun 和最受欢迎的 你最喜爱的 Wedding Jazz 如果多的话 最多有8位 而得奖者 最多都有8位 就是说真的 你这么多人来参赛 每一位都有一定的水平 这么多 一千多人里面 选了30个出来 一定的水平 都希望他们会得到奖 有不同方面的地方 都有个奖项 其实是这样的 我就想知道 这一届的概念 我知道你每一届都有不同的概念 那这一届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一届主题是 你和他的梦想嫁衣 你和他的梦想嫁衣 他的女的他 就是你和他的梦想嫁衣 就是大家女的梦想嫁衣 其实不是的 设计者 你就是设计者 你想要设计一个 好像dream的衣服 给你 给新人穿 那为什么会是他的呢 其实每一个女的 你在香港我不知道 因为我之前是外国读书的嘛 那我的朋友 全部都是那些 买wedding dress的 他不会租的嘛 但是香港这个文化 就是为租wedding dress 为什么呢 有一方面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些价格不适合 那些价格 我们希望挖掘了 这些新的设计者 出来 他们可以做一些 可以适合的 很漂亮的 可以和一些 新人一起沟通 做出来的 他自己的dream dream breast 是的 那就是他的梦想嫁衣 同时你们两个的梦想介意 好的 就是designer和客户 是的 基本上你的梦 变了他的梦 做了一件梦想的婚纱 对 而且你帮他完成了他的梦 好的 因为我知道很多小女孩 开始就像我那样 很小时已经想到 将来我的婚纱会怎样呢 每一年 除了我年纪 一天一天一天 我的婚纱的概念 都越来越不同 尤其是女孩 三心两夜 都很难捉到 要些什么的 到最后一刻都不知道 所以其实和设计者的沟通 是很重要的 我可以分享给你们这个题 因为梦想的嫁衣 不单是漂亮的 很简单 是要他喜欢的 我想知道 你和拖的梦想嫁衣 他的设计者是指向他 自己想一个项目 还是他会真的一个项目 一起 这样 找这个介意出来呢 其实我觉得 他最初的想法 一定要从每一个女孩 身上 找到一些灵感 我想他设计的时候 一定要在想 如果哪个女孩 穿那个婚纱 我希望那是他的梦 帮他完成这个梦 所以我想 每一个设计者 自己心里都有 当然也会加入自己的 fashion science 加上自己的 idea 如何去创造 創造 同时我应该会 考虑他心目中的 灵感女神的 一些requirements 对 坦白说 这个灵感 是真的很重要的 尤其 这个your dream my dream 我帮你完成这个dream 梦这件事 是很虚无的 你说真的很多女生 想要跳我梦想中的婚纱 像我一样 以前见到Cinderella 那条棍很漂亮 我帮我帮他人家的公仔 卡通 我又不是设计者 我表达不了 我想要什么 所以这个沟通就很重要 如果我是某一个设计者 的灵感女神 我就说我想要Cinderella 那种感觉 他就说Cinderella 也有很多版本 加上你的性格 对 加上我的性格 可能不行 我是喜欢前短后长的 但Cinderella明显是整个公主 真的很蛋糕型 这方面要再修改一下 最重要是灵感女神的感觉 是什么 是的 我想问一下 我们先说了婚纱一部分 婚纱设计 这次大部分的人 都是用白色的 是什么 其实也有其他颜色 我看到 好像有红色 还有黄色 紫色 有不同色 现在不单单是白色 那种感觉 各种各样都有 是的 其实婚礼那一天 新娘子不只要成为全场焦点 还想自己很红色 不要说 之前婚纱我见过 别人就做这件婚纱 你也是 不是 要很红色 要很出众 一进来 焦点 全场的焦点 所以其实我有想过 如果婚纱是白色 也挺适合 是的 那我就不是 当时婚纱也可以很漂亮的 正白色 但为什么一个青年设计会这么好呢 因为他们有很多新元素 是的 他们没有一个框框 在那边 他们会有什么想法 有創意的想法 会全部都掉出来 是不怕的 有什么怕什么 我这么年轻 我来就来 我可以用 我见过一个设计 是黑色的 婚纱 全黑 就不是你们的比赛 我见过一些设计 是一个大学的 我在外国那时候 见过一个设计 全黑色 记得那些很适合 那些什么 break up celebration 是的 但实际上是婚纱 但是很漂亮的 那个感觉是很型的 即是不会觉得 break up ok too 别人的婚纱就不要 其实是真的 很有型的感觉 都配合新娘子 因为她很高的 很cool 她虽然是一个模特儿的身材 但是是挺高的一个女生 因为她霸气出来 高跳是ok的 所以尤其是年轻人 没有了框框 传统的障碍 有更多不同的想法 这个我觉得 会是你们的宗旨 是的 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我觉得 嗯 今届的作品来说 很多千多幅作品 不同的形式 有什么是你特别深刻的 其实我自己也有看的 今次的《有遗者》 其实好像一个蝴蝶折 那样的 但是现在我前面的 ok 其实我觉得 有个cute的感觉 还有我觉得很寂寞 这个蝴蝶折 不是真的像打横那些 它是打洞的 这样绑住 整个前面的焦点 都是蝴蝶折 但是好像是tube 我很喜欢tube 和很性感的感觉 就是要sweet 要性感的 ok 听起来好像很有趣 我喜欢的 对 说真的 新娘子来说 清纯 ok cute but you need to be sexy alizabeth 最重要是突显到 新娘的body shape 最美的一面出来 我们讲出这么多 不同的设计 在婚纱角拍 亦都讲了你们的概念 我们现在休息一会 停一停 转头我们继续回来 梦想成分 讲我们其他的作品 自七十年代开始 香港每年都会诞生杰青 他们来自各行各业 他们工作表现优秀 而且肯回归社会 杰青 未必一定是亿万分家 也未必一定是零中零人 之所以因为是杰青 是因为他们比别人付出更加多 一个请他们上来 聊聊聊聊自己 聊聊社会 聊聊如何清出于难的节目 清出于难 约定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转发 同事也会分享一些曾经影响他们的生命态度 和决策方向和选 黄金屋 单只讲人生 而且振奋人心 由渔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香港的繁荣 你和我都有出力的 各韩国业都有寒马功劳 你在哪些行业曾经出力过呢 我又在哪些行业都默默耕耘 透过各韩国业的前景 是有志者朋友尋找理想的地方 各韩国业你不用错过 食香味俱全 是否有足够营养的 生活的坏习惯 怎能影响我们的健康 食些什么补品才能够靠的呢 健康知多些 由专家告诉你 教你活得更健康 目前在田中在辰国 什麼音樂人都見過 很多大人物都訪問過 現在我準備了這間會客室 訪問我的一班好朋友 每集他們都會和大家 講一下近況 聽一下心事 想知道如何享受優質生活 安琪會客室 約定你 準時見 到A Plus 優質生活台 優質節目帶你了解生活 享受理想生活 健康飲食 高消費娛樂 金融財經 時尚潮流 品味消閒 衣食住行 吃喝玩樂 應有盡有 還有玄學宗教 寵物護理 名人專訪 啟發你的思維 擴闊你的視野 一個真正享受優質生活的頻道 由A Plus 開創 大家好 歡迎繼續收看《夢想成婚》 繼續有Teddy和Masma 在這裡和你們說一下這個婚紗比賽 剛才我們說了這個婚紗 但你們的組別裏 除了婚紗 亦都有旗袍加晚妝 是呀 都是佔你們15名的 是嗎? 是呀 Tubson 剛才我們說了那麼多婚紗的事 婚紗是每個女生的夢 但我們中國人來說 結婚的時候 一定有旗袍 中式的禮服 或者 再不是 就算沒有中式禮服 都會有晚餐的 一定有的 所以這個好像是一個Dream的 remix版 都會有的 其實我想知道 你大概收到旗袍多 還是晚妝多呢? 其實晚妝多 是否始終都是Around the World 是呀 因為年輕人 一定是年輕人 年輕人 好像不是很流行 穿旗袍那些 所以他們可能是Volks 還有晚妝 還有晚妝 你發揮的空間比較大 因為旗袍有一些 傳統的款式 或者是那些Cutting 其實是比較 已經fixed 但晚妝那些 你發揮的余地大很多 是呀 但我又這樣想 這樣可以嗎? 你覺得晚妝和旗袍 remix 有沒有這些設計 還是一定要做晚妝晚妝 做旗袍旗袍的 其實我看到很多 很sexy的晚妝 做到那個樣子 外表的那個Cutting 好像旗袍的 然後是remix版 對 有一點點 他有idea mix 對 因為我以前 經常很喜歡說 因為我也是很幻想 自己有可能 成為一個Designer 但結果就不可能 成為了做Designer生 沒有辦法 我設計過一件 中西合璧 就是用中國的 材料 即是龍鳳 做一件婚紗的晚妝 然後最後 是北斗葉的 但沒有發展的余地 之前跟我說 沒有這個Potential 希望很開心 他們參加到 二批的年青人很幸運 其實還是問回一句 你還是最有深刻印象 有沒有立不立 有什麼特別的印象 你覺得是比較有突出的 是完全一下子就專注了 那件晚妝 我看到一款是黑色的 不要看到它做出來 一款是黑色的 它整天都在領 整天都在頸 整天都在頸 你很高 Hello Lita 對 那些感覺 好像一朵花 你的臉好像一朵花 有些邊緣 然後頸部很高 對 我明白 整個身體很適合 很適合 很薄的 對 而且下面有裙子 這樣 即是美人魚 下面的 對 有點像 我發覺你比較喜歡 古典美的感覺 對嗎 一陣子我做不到 但你喜歡那種 對 會完全得到你的眼睛 會覺得很漂亮 我們說回來 我們說了這麼多今屆的作品 參賽者也有很多 不同的idea 尤其是年輕人 沒有了框框 沒有了傳統的障礙 任何設計都有可能發生 這樣 我們說回場面 不如這樣 這個就是你們的版 是嗎 是的 因為我們這次的比賽 擺在下日婚紗和婚宴的 婚紗展 會展那裡 對 我們整個press 好像半決賽 就是在整個會展 一號館裏面 搞的 OK 即是帶上他的資料 就來到 我們說邀請了 那些參賽者全部都來 是的 即是要直接interview 當面 我不用interview 因為之前已經 全部參賽者都可以邀請來到 是的 他們不知道誰是入圍的 是現場才會我們 就立即宣佈 因為我們這次的 press.com也請了我們的judge 因為我們這次的盧偉 是很top的fashion designer 以為fashion designer 我們也會請他們上來 這個場面很虛 全部都是參賽者 這些就是 不是 是去婚紗展的 那些人 是 就直接看你們的 是的 我們婚紗展有很多 很多藥牆人 所以整個press.com 我看到 完全是人山人海 是的 我看到現在 從高角度看下去 基本上是見不到空位 就應該是幾個擠涌 在這個面前 既然這麼多人在那裡 你們都應該有詩宜 宣佈的時候 有沒有人很激動 哭 我記得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他們宣佈的時候 是嗎 這個見到幾個judge 還有看到今次我們 這個大廠的titel贊助 就是麥巴欧 他們都非常好的 他們很喜歡一些有創意的 和年輕人的一些 event 所以他們很願意去推動這件事 我看到現在最後有一張大合照 其實這是為什麼 那張大合照會出現 你看看 有很多模特兒 也有做到那些衣服 好像 Barnie Barnie姐 那條裙子 我自己特別喜歡 是的 我喜歡背後 很性感 和有漏空 滑透的感覺 另外還有幾位設計 像Watermark 其他有一條 是Alpha Lamb的裙子 還有其他 你看到Cicely 和Lulu Zhang Lulu Zhang 都是一些很著名的設計師 所設計的婚紗 是那時候會拍到大合照 又獻花 我看到場面都很漂亮 因為那一次我們都有一個 fashion show 六個judge 每一個人都有三套衫 就是wedding dress 這樣出來 整個fashion show 是非常好看 很高水準 很高水準 好像今屆的參賽者 我都聽過你這樣說 說真的這麼多的作品 你這樣看一看 你竟然可以馬上記得 這兩位很標誌的 其實在你水準都非常高 我會很喜歡一些 特別是跳出框框的 很特別的設計 是的 其實為什麼這個亞洲青年婚紗 設計時裝大裁 為什麼時裝這兩個字 就是想他們跳出框框 不要說婚紗就一定是白色 一定要是公主 或者一定要是低級 或者什麼 一定要長長下下放 其實不是的 我想說回婚紗 其實主要是婚紗這件事 我看到現在很多不同的設計 市面上現在都有 很多年輕人 自己開始設計店 幾折婚紗都可以拆開 或者是不同顏色 你沒有想過 好像你說的black 沒有想過可以做wedding dress 有白色 或者好像玫瑰花 真的用他的幻想 所有東西都可以放在裙子上 不如這樣 我們說了這麼多比賽的事情 說回你一點點自己 你夢想中的wedding dress 會是怎樣 你喜歡剛才你選的兩款 會不會因為設計師 抓到你的心 所以你這麼印象深刻 是的 因為我心裡有很多wild的地方 所以我喜歡一些很wild的dress 穿上去別人一起 有氣勢 壓著整個場 很重要 尤其是非常重要 尤其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尤其是抄襲別人 那什麼是設計呢 那是copy 對 而且要配合自己的個人 因為我是outgoing 很熱情的人 我都希望 我喜歡紅色的 OK 我剛剛想問你 你是不是喜歡紅色 因為你很熱情 你的夢想 會不會是 你之前選的蝴蝶蝶 是否紅色那件 有一個差不多是紅色的 OK 所以你立刻就 首先看紅色那些 那些 因為始終是 你的夢想 對 他就得到你 你的夢想 我的夢想 我的夢想 其實那晚 你的夢想 我的夢想 那一部分 評判會不會 你覺得 在籌備單位 會不會覺得 評判 都有那個想法 你的夢想 如果是我的夢想 會特別高分嗎 我覺得是 評判 應該會自己選擇 自己最喜歡的 那些裙 當然 你覺得 那些參賽者 會不會做了 research 他們知不知道 本身有哪幾位評判 他們知道 一開始就知道 你覺得會不會 跟著評判的品味來設計 所以我們沒有找一個評判 我們找了六個 最初設計 就是拿六個 中間的位置 那六個 你自己看看 他們設計的風格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就不能抓我了 這件事 完全可能 我設計的東西出來 我喜歡的 也未必是這樣 我的夢想像是這樣的 但我不喜歡設計的東西出來 也有可能 所以這件事挺虛無 是啊 所以不要特地就一下 那些設計 那些設計 那些喜好 其實這屆 叫做亞洲青年 睡衫時裝設計大賽 那青年來說 那是甚麼年代呢 其實35歲以下 都可以叫做青年 其實我們主要目標 那些是大校的學生 不是已經做了事 有了一份 好像設計的工作 那些 我們希望給那些學生 有一個 stage 一個platform 可以去展示自己 或者學圖 但一定要是學生 即是有學校推介 如果我是一個 我很喜歡設計的 但我不是在讀這件事 那我可不可以寄我 可以 可以 所以你一定是要選擇學生 因為我們這次和很多 學校 一些機構 一起合作 他們都會推薦很多學生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 新血 即學生的 佔數比例 比較多 但也有些業餘 或者夢想成為設計師 都有機會 其實很多都是業餘 真的 是 真的 因為業餘 可能他很喜歡 但沒有地方 可以幫助他發展 這次的平台 可以讓大家看到他的才華 不要抹殺了很多年輕一代 而有這麼有才華的設計師 還有我們比賽贏了 不單是你獲獎 其實我們都會幫他 給他一個平台 他可以發展 比如說香港亞洲展覽 都會給了免費的booth 就是分沙子 給你一個攤位 一年有兩次免費的攤位 給你擺展 可以幫你 可以去公布 可以自己去公布你的 或者自己去玩黑 好 真的免費給你一年兩次這樣做 這是一個獎項 這是一個獎項 第一名我們有這個獎項 兩邊第一名 各有一樣 其實這個獎項 我覺得比金錢獎盃更加好 因為你平台 跟這個大眾接觸到 你的肯定 是嗎 是的 謝謝你 聽到我也很心動 但如果我早點知道有個比賽 就好 雖然我沒有什麼 我沒有什麼potential 我都是喜歡和你們聊天 幻想一下 這次我們的夢想成分差不多 接下來我們會請其他designer 上來聊聊天 這個評判之日 是不是 有什麼評判呢 下一節告訴你們 還有